對 防腐機啊 有 我也擔心 蠻重視這個健康的問題 學生其實長期在這個壓迫 還到底在教育 他有什麼新的 就是腰空 無時無刻都在塞車 塞車很多 沒辦法 根本買不起房子 房子現在要一兩千萬吧 國民黨長期來最大的麻煩就是說 一天晚上對外說 團結團結 然後領導人物就會擺個場面 跟大家講說很團結 但實際上所有的訊息 告訴大家就是說 這些人是不團結的 而且不團結的原因 不是說裡面有什麼差別吧 根本上來說是 利益上有什麼樣衝突 所以我覺得這才是最大的問題 就是社會上看不到說 國民黨你有一個 多元民主的辯論 反而是一些私立上的爭奪 在國民黨這麼衰敗的情況之下 這樣子只是雪上加霜 在黨內如果拿刀互砍 這個是民進黨最希望的 也是民進黨最想看到的 那我們既然知道 我們就應該好好坐下來談 彼此好好溝通 因為我們都是國民黨 而且我認為國民黨 應該要團結在 我們創黨的理念之上 不應該團結在個人 個人的英雄主義之上 一個黨員都 都陰陰的期盼說我們的黨 能夠再重建 重新站起來 因為我們看到 馬上2018年是六都的選舉 還有全國縣市長還有議員的選舉 那我們的黨員其實都很期盼 國民黨能夠在之前的教訓 之前2014年 2016年這種分裂的教訓之下 能夠重新檢討 然後有一個強而有力的共主 帶領我們這些年輕人 或這些有力的戰將 一起來面對2018年的選戰 選完就開始內鬥 的確社會觀感很不好 那其實這裡的關鍵應該就在於 中常委中央委員的改選 可能洪無各有盤算 再加上想要選中常委的人 也有自己的盤算 所以就會顯現出亂成一團那樣子 本來好像是洪秀 吳敦應希望洪秀柱提早交接 那現在是洪秀柱又說自己要交接 但無論如何 其實給社會觀感都很差 其實這次的黨代表的選舉 蠻多年輕人都出來參選的 我覺得這對國民黨來說是個好事 因為其實這些年輕人 他們也並不是所謂的 像過去的童俄競選 像以我們高雄來說好了 光高雄年輕人就有30個出來登記 那可是青年黨代表明年只有實習 所以代表大家都是很競爭的 一路去拜訪黨員 訴說他的理念 才能夠當選黨代表 所以我覺得應該趁這個時候 不管我們的黨是怎樣子 而應該是搭著年輕人這股的熱情 然後讓黨有個蓬勃的氣象 我們的吳副總統說了三次說他完全不知情 那既然吳副總統他不知情的話 那我想是不是他派出來的代表啦 或是一些溝通的小組啦 他們在揣摩上意 國民黨過去就是長期存在的一個揣摩上意的宮廷文化 那既然都已經到這個狀況 我想他們應該是貼近民意 而不是繼續的揣摩上意 應該是更接地氣 然後讓民眾覺得 欸 國民黨真的不一樣了 擺脫國民黨過去的一些刻板印象 在中國歷史上有許多朝代的興衰 其實都是起源於自己的國政 還有自己內部的分裂 那我們也不希望看到國民黨有這樣的現象 所以我覺得葉教授也是給國民黨一個警惕吧 也是給國民黨一個警示 覺得說再互鬥下去 也許2018我們最後的希望都沒了 那更不用去談2020 所謂的事 感谢观看